今天上午执行健康送海江任务的海军 斯陆方舟号医院船顺利返回三亚某军港 圆满完成健康送海江任务 自7月10号启航以来 斯陆方舟号医院船历时29天 航程3600余海里 为军地3500余人次提供医疗服务 完成对西南沙及华南沿海岛礁的医疗巡诊 海岛病预防科普 后装帮带 文演出和送法下基层等服务 14个帮带小组面对面解答现实困惑 手把手传授经验方法 实打实解决棘手问题 把健康送给每一位官兵 我们上下岛十分的不方便 看病也很困难 这一次的健康送海江活动 为我们提供了完整的医疗服务 我们的医护人员服务很热情 检查也很细致 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 祖国对我们岛礁官兵的关怀和温暖 我一定会带着这份温暖 坚守岗位 保卫着我们祖国的海江 四路方舟号医院船一路南下前行 医疗中心科学制定寻诊计划 精心筹措常用药品 专业指导岛礁特有病害预防方法 用最充分的准备精湛的医术 解决困扰岛礁官兵的病痛 高效完成官兵年度体检工作 温暖他们的心灵 通过此次健康送海江活动 我们看到了守岛礁官兵的艰辛 目睹了他们看病就医的困难 也感受到了岛礁官兵 对我们医疗服务工作的殷切期待 这也更加坚定了 我们对他们健康保家护航的决心 与此同时 四路方舟号医院船搭载的 文艺青旗队及后装帮带组 等各业务成员 也去到每一个岛礁 为助手官兵带去文艺演出 正宫服务帮带 送法下基层等服务